哎 你看 我 我的河灯最亮哎 我娘听到我说话了 那是因为我在里面放了两个蜡烛 你真的很扫心 你再不许愿河灯就飘远了 娘亲 请一定要保佑弟弟和奶奶 身体健康 也保佑红豆和连理 也保佑楚夜 早日找到她家人 那你自己呢 我作为第一媒的掌门人 肯定会保护好自己的 不然怎么保护好家人啊 我在这儿 没有家人 第一媒就是你的家啊 得了吧 你今天说完了明天就忘了 我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 哪拉钩 嗯 在楚夜 没有找到家人之前 第一媒 永远是你的家 只要有我一口饭水 就有你一口粥喝 说好了 不是 既然是易家人了 我给你讲讲 我小时候的故事吧 困了 不想听 我给你讲讲 我给你讲讲